2021年1月29日,現在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1億0198萬多,增加了57萬5千多,死亡方面增加了1萬5千多個,去到219萬8千多。 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是美國,增加了14萬5千多,去到2,631萬9千多,死亡方面增加了3,400多個,去到44萬3千多。 昨天美國增加了15萬9千多個確診,死亡方面增加了4233個。 第二個新增確診的地方是巴西,增加了6萬個確診,去到906萬多。 死亡方面增加了1400多個,去到22萬1千多。 西班牙增加了34000多個,英國增加了28000多個,去到374萬3千多。 西班牙增加了1200多個,去到10萬3千多。 法國增加了23000多個,俄羅斯增加了19000多個。 印度增加了18900多個,去到1072萬多。 麥西哥增加了17900多個,死亡方面增加了1600多個。 葡萄牙增加了16000多個,德國和意大利增加超過14000個。 印度尼西亞13000多個,哥倫比亞增加了12000多個,等等。 。